睽違多年的英倫搖滾樂團 Blur 今年發行一張以香港為創作靈感的 全新專輯 除了展現濃厚的東方魏 他們更和香港漫畫家合作 為Blur量身打造以他們為主角的科幻漫畫 Blur這次的專輯描述在城市的失落感 漫畫家因此仔細思考 香港的歷史跟未來 創作了一本既懷舊又未來的漫畫作品 這是英文搖滾樂團Blur 今年推出的新作品 在音樂錄影帶中不僅大玩電玩視覺效果 還扮成卡通人物登場 這張以香港為靈感創作的專輯 已跟香港漫畫家江濟合作 推出以Blur為主角的科幻漫畫 《香江模糊記》 其實就是源於他們倫敦的雪糕車 但是這個《Magic Whip》改 經過Google的翻譯之後 就變成了摩編這個中文 其實是一個誤讀來的 我將這個誤讀再延伸下去 就畫了一支好像炮掌的魔術棒 這個魔術棒就變成Pandaman手上的一支魔術棒 故事就是因為這些magic而展開的 Blur最初被將近的動畫作品 《Pandaman》吸引 因此邀請他一起合作推出漫畫 他們把背景設定在未來的香港 漫畫中自然也融合了像是天心小輪 高耸凝紅燈等具有香港風情的地標 有兩個很重要的元素放在裡面的 一個就是懷舊 一個就是未來的感覺 這兩樣聽起來好像很衝突的元素 其實有很多可能性在裡面 而且這兩個元素也都很代表香港給人的感覺 他同時有很多傳統的東西 另外他也都是很前衛的 創作過程中 江濟面臨了香港重要的雨傘運動 他也把對於歷史的看法放進了漫畫裡頭 唱粵劇的花彈在這裡彈結他 但彈彈一下他就在這裡哭 另外見到一些雨傘運動的場景 他在表達一些年輕的一代 他面對他的歷史 他想找到一個出口 但當中可能不是那麼容易成功的 漫畫家江濟透過跟不樂樂團的跨界合作 把他對香港的想像透過漫畫讓更多人了解